一传一设 比赛马上开始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 共同为您带来的 2021赛季 中国足鞋杯决赛 山东泰山 对上海海港的比赛 孙正浩来主发 直接找后点 这就是找菲莱尼这点 很明显 菲莱尼也是能抢到 但美中不足的 就是他的首秀 遗憾没能有观众入场 这种专业足球场 先看这个球 郭天宇 这个球 他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球给塞到 明显有一个战术设计 先看这个球传球 后点 这个球真有威胁 这换个其他人也确实 又来了 左脚机会来了 又这个球没有打进 这是于海吧 边后位边前位 甚至你让吉祥收起来打 后腰呢 吉祥也能打 好球一个转身 有射门的机会 漂亮了 这是徐欣吧 徐欣 稍稍还有点挂背脚背 脚背崩的也挺直 这一下 徐欣 带球上来了 牧仪是有一较远射的 好球 牧仪 要给的不错 李先云 先看这下 有机会左脚 孙准浩这脚射门 成了传球 奥斯卡 孙准浩就上对抗了 这个球 要给孙准浩黄牌了 孙准浩连续两下 其实都在上身 也明显在针对奥斯卡 第一下 他等你 第二下 他知道你要来 对吧 再来一下 第二下 这是吃牌的动作 郭天宇 投球 二点 还有徐欣 这脚给的不好 这是想打门吗 下面场比赛 双方是一边在站 我们先看 这下面场刚开场 这边 孙准浩倒在了禁区里边 菲莱尔尼拼身体 这个球没有问题 菲莱尼的传中 郭天宇 这球毛神潮 关键 徐欣在边路 看传中质量 菲莱尼也上来了 前点没有过呀 美维还有 好球啊 这球正争 比较远射 没有压住 康告斯卡 这下没问题 这哥俩今天是杠上啊 是 这是对于塔加尔尼亚 很好的机会 要快速的散开 选择里要远射 要打的质量还行 这脚是我们威胁不大 郭天宇 郑珍来主罚 左脚 又打了了 横梁上 郑珍 二点 还有 美维还有远射 漂亮 贾德苏 世界多 贾德苏 有这球啊 贾德苏呀 81分钟 这球想起了世界杯赛场的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连续两脚啊 贾德苏 二次转回 加盟球队 可能两次 上一次战胜 上海岗 也是靠他投球 首开记录啊 这球打得石破天惊啊 太精彩了 一 一 这像惊雷一样啊 是 严峻领这球啊 贾德苏 这球打得太漂亮 这球像不像 这世界杯赛场上 他玩 他还挺没脚啊 没任何毛病 脚背质量 太漂亮了 角度 哎呦 太漂亮了 这个球将是锁定冠军的一球 没有任何疑问 这个球其实 郑珍啊 之前打到衡量上 已经运气不好了 质量已经足够高了 这真是疯狂山下 一颗惊雷啊 是啊 直破天惊 这球太漂亮了 在足球阶杯决赛的赛场上 打进这样 对 整个放眼中国足球 今年这也是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进球 最漂亮的进球 张泰山全是高点 哎 母一的机会不错 母一 好 残编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贾德松一脚顶江山 三重太山 当之无贵 双怪王 目起山寺太山 为免2021赛季独蟹杯的冠军 这也是他们队史第七个独蟹杯冠军 残渡军 宿远辉嘉宾 共同为一天宁啤酒 2021中后独蟹杯 主张台巨大 冠军成队 颁发冠军金杯 啊 这时让贾德松来捧杯了 马上到了捧杯时刻 恭喜三重太山 恭喜 2021赛季 中国独蟹杯的冠军 第七座独蟹杯的冠军 也完成了这一赛季的双怪王 为了成为他们 让他们成为中超历史上 第三支 第三次荣获双怪王的球队 他们分别是1999年2006年 加上2021年 分获了中超和独蟹杯的冠军奖杯 今天这个最后捧杯比较有意思 大家也是很牵绕 按说这应该是 你即便说队长 队长不肯 副队长也肯 但是大家把这个机会 给了今天的绝对英雄 贾德松 这是加多 这是今天独蟹杯的最佳胜手 四个进球 我现在可以说最佳胜手 我现在不想要